花莲县老人会今天上午举办市长杯歌唱锦标赛 36名会员已歌会友 其中年纪最长的参赛者为95岁的李汪尊湘 他台风稳健毫不雀场 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也感谢花莲市长的支持 举办这场歌唱活动 花莲县老人会理事长高明星 感谢花莲县政府提供出世场地 让老人家走出户外拓展社交生活 也感谢市长魏嘉贤重视老人家的娱乐 特别支持举办歌唱比赛 让大家与歌会友进而提升生活的趣味 我们这边因为老人家都喜欢唱歌 我们最大的年长者是96岁还有93岁 所以他们喜欢来这里唱歌 所以说唱歌是长寿的第一名 我们的会馆就是希望大家 包括所有的老人家包括青年 那个长者都能够来这边唱歌 参赛的老人家盛装打扮登台唱歌的台风非常稳健 比赛歌曲有国语台语还有日语歌 其中年龄最长的是从教育界退休的李汪尊香 民国15年出生 现年95岁的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这次参赛特别挑选了和日君再来 就是来唱歌这样日子比较好过 我感觉快乐 好花不常开 好金不常载 抽对结小美 泪沙相思待 李汪尊香表示唱歌是他的兴趣 因此老人会举办的歌唱比赛 几乎都会报名与歌会友 卷林绝华联士报道